我们继续回来《约翰福音》 讲到第13章 由第31节开始讲起 这里讲到第二件事 就是否认爱 第31-32节 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 和合本的译本只有四个荣耀 但有些手抄本有五个荣耀 大多数前三个荣耀 是过去被动式 而后两个荣耀 就是未来的主动式 好了 我们继续下去了 第33节 小子们是个亲密的称呼 在四福音里面 只出现了在这一节 小子们是个亲密的称呼 除此之外 约翰一书就出现了七次 使徒保罗用过一次 在加拉太书4章19节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耶稣这句说话 是指着他死后埋葬的地方 和荣耀升天的地方 好了 在第7章34节里面说到 你们要去找我 却找不着的 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然后在第8章21节里面 我要去 我要去了 你们要找我 且你们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好了 接着就是34-35节 apologized 我一次给你们 一条新的命令 就是叫你们 予口予我說 予美与恨爱 我如何爱你们 你们亦都要 如何去相爱 你们若果有 予借相爱的心 众人 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其实这个是 一个新的命令 就是给主内的肢体 这个彼此相恶的基础 其实建立在耶稣牺牲的爱之上 耶稣具体地表达了父神的爱 所以现在他的门徒 也应该具体地表达出耶稣的爱 这样的爱不单止是对世人的标志 也是对每一个信徒的标志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 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当中 好了 西门彼得就问耶稣就这么说 主啊往哪里去呢 耶稣就这么答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 而后来却要跟我去 好了 跟着 比特就这么说 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写命 好了 第38节 耶稣就这么说 你愿意为我写命吗 但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鸡叫之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由大离籍之后 再长的就是剩下十一个门徒 西门彼得其实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他就很想知道耶稣到底要去哪里呢 彼得爱耶稣的心其实都很逼切 以至于对他想和耶稣同在 但是耶稣的回答就是说 现在 没有可能 但是后来呢 才有可能 比特对耶稣的话 一时都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他确定对耶稣的爱 和他的这份勇气 能够升任所有的挑战 包括为耶稣写命 都是在所不惜的 但是比特并不知道 撒旦权势的西利之处 好了 在路加福音就是这样的 主又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厉害你们 好像西脈子一样 但我现在 已经为你祈祷了 为你祈求了 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 而你回头之后 要去坚固你的弟兄 其实耶稣就是预言着 比特的背叛 令到其他在场的门徒 都会大吃一惊 他们很可能因此就认为 其实那个叛徒就是比特 所以其实在第十三章的后面 就是说有两个部份的爱 一部份就是出卖爱 第二部份就是否认爱 我们说第十三章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是圣经证读 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和留下造就性的留言 好了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